今天的老刘要给各位听众朋友讲述这样一期发生在福建连江建的一起特殊的命案 这个命案的发生在90年代初期 一个非常美丽的女教师罗明丽在这个县城当中的惨遭杀害 当时年仅24岁 这个案件发生那一天呢是周日 罗明丽家呀在这个县城里呀有一个独立的院子 两层小楼住着罗明丽和他的父母以及他的大哥一共四个人 他大哥呀常年呢在广州做生意 家里只剩下了三个人 老两口呢住在楼下 罗明丽呀住在楼上 这罗明丽呀是个大美人 为了保持他的这个呃自己的体型啊 每天早上他都起得很早去锻炼 可是啊周日这一天已经到十点多了 他还没有起床下楼 他的母亲觉得非常奇怪呀 这不符合自己女儿的这个生活习惯呢 不是生病了吧 于是母亲赶紧上楼 推开了女儿的卧室 可是这一下母亲顿时惊叫起来 听到了惨叫声 罗明丽的父亲急忙也跑上楼 一下子就被眼前的场景震惊了 罗明丽已经惨死在架中卧室的地上 他穿着睡衣睡裤 胸口心脏位置有三处利器伤 地上有很多的鲜血 罗明丽死不瞑目 面容惊恐扭曲 似乎受到了极大的惊吓呀 老两口啊放声大哭啊 直到邻居们闻声赶来 这才想起报警了 警方紧急赶到现场 老两口啊一把抓住 警察的遗袖我愤怒地说 你们快去抓他 我女儿是被那个混蛋害死的 去迟了 那个混蛋肯定跑路了 警察听得莫名其妙啊 你们慢一下 别着急 别激动 说一说 你们说的那个人是谁 老两口咬牙切齿 同时说道 是那个男平平 男平平是什么人 罗明丽又是怎样一个人呢 老刘啊 慢慢的给听众朋友讲上一讲 根据警方调查 罗明丽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大学 他在那里生活了四年 应该说是一个见过世面女孩子 罗明丽的父亲呢 是他们县里中学的副校长 母亲呢 是这个学校的资深教师 亲戚朋友 基本都在县城里居住 后来罗明丽就选择回到了老家当老师了 没有留在省城 罗明丽从小啊 就长得非常的漂亮 身高一米七 有两条大长腿 他的脸庞美艳 前途后翘 那是标准的模特身材呀 女人三分靠长相 七分靠的就是穿衣和化妆打扮了 在省城那几年呢 罗明丽学会了各种时髦的这个妆容和穿戴 那想不漂亮 都难呢 可以说 在县城里 罗明丽虽然可能不是顶级的这个大美女 但也是这个县城的一枝花了 她走在大街上 总会吸引很多小伙子的眼光啊 不过呢 罗明丽呀 不是一个性格厉害的女强人 而是从小就是一个乖乖女 性格温和 甚至可以说 有些软弱 这次 她之所以回到老家 也是由于她性格方面的原因 罗明丽宁可选择生活在自己父母和大哥的照顾下 也不愿意处理那些复杂的事情 罗明丽的父母认为自己的女儿从小就很听话 是一个很乖的女孩 罗明丽呢 还有大哥 两位这个老人呢 最喜欢的孩子呢 可以说还是自己的小女儿 罗明丽 从小到大 他大哥呀 被他父母打过几十次 可是 罗明丽 连被骂呀 都很少见 可是呢 女儿的婚姻呢 却让二老啊 大大的头疼了 在一次修车的时候 罗明丽无意中 认识了摩托车修理部的老板南平平 这个南平平啊 身高一米八三 那在南方人呢 福建这边来说 那就大高个儿了 而且南平平长得是相当的白 相貌非常英俊 但是总体上来说 这就是一种阴柔啊 也就是大家经常说的 那种小白脸 那这种小白脸 那对女性朋友 可是极具煞烧力啊 而且这个南平平 非常会哄女孩子 也要大把时间和金钱 第一次见面 罗明丽就对这个南平平 产生了好感 南平平也可以说是用尽办法呀 去恭维罗明丽 那女人呢 无论是八岁还是八十岁 无论美丑 无论职业 都喜欢听到这甜蜜语 和恭维的话呀 涉事未深的罗明丽 就被这个南平平花牙巧语呀 说的相当的开心呢 最后两人 私下里就接触了几次 逐步的就谈起恋爱来了 秘密的交往了大半年 这个县城啊 是屁大点的地方 本来这个事啊 应该很快就被 罗明丽的父母知道了 但是啊 罗明丽的父母认为自己的女儿是个乖乖女 心想自己女儿要是谈恋爱了 肯定啊 会告诉他们的 所以呢 他的母亲呢 只是随口问了几句 得到这个罗明丽 否定的回答之后 就没把这个事当回事了 直到半年多以后 有一次啊 他的母亲 去亲戚家串门 哎呀 这时候 才得知真相啊 亲戚说呀 曾经看到 罗明丽和一个帅哥 是搂搂抱抱 压马路 看起来非常像这个甜蜜的情侣 他们说 认识那个小伙子 就是县城里摩托车修理部的老板 男平平 罗明丽的母亲 一听大吃一惊啊 赶紧回家告诉老伴说 哎呀 女儿都已经谈恋爱了 我们还不知道呢 老两口啊 迅速的就开始托人 打听这个男平平的底细 可是不打听不知道啊 这一打听啊 把老两口气得 差点昏死过去了 为什么呢 刚才我说了 这个男平平英俊潇洒 还有几个钱 谈吐也比较有趣 长相也是个小白脸的模样 那是少女杀手啊 但是 除了这些之外 这个男平平身上 好像就没有其他优点了 男平平初中四业 文化程度不高 有一段时间呢 就在这个县城里啊 混社会 几次因为打架 进过派出所 这段时间呢 他泡了太多的牛了 而且呀 那些女人呢 都是一些不太正经的女孩 所谓的小太妹 有一次啊 他搞大了一个女孩的肚子之后耍赖 就被女孩的父母啊 喊到公安局 哎 去报了案 最终是赔钱打胎了事 还有一次呢 这男平平啊 和一女孩上床之后 第二天就开始不大脸的女孩了 那个女孩可不是好惹的呀 我说了 那都是小太妹呀 当街就把这个男平平抓住 在街上撕打起来 把男平平脸呢 都给抓破了 周围几十名群众笑嘻嘻的围观看热闹 恼羞成怒之下 这个男平平对准这个女孩的头上脸上 连打几句重拳呢 就把这个女孩打伤躺在了地上 为此呢 男平平被拘留了快一个月 这才释放 一直到22岁 男平平才逐渐不和这些流氓们来往了 转去修车了 后来在父亲的这个资助下呀 开了一个摩托车修理部 那90年代 这个摩托车修理部 那是热门行当的 他也赚了一些钱 认识罗明利的时候 男平平比罗明利大了两岁 是26岁 也就是说呢 他走正道了 也不过就是三四年的时间 有人说 他现在还和一些狐朋狗友在一起 吃吃喝喝 当罗明利的父母打听到 男平平这些信息之后啊 气得是双眼通红啊 哎呀 自己女儿怎么会选这样一个人渣 作为自己的未来的伴侣呢 父亲呢 这个特别生气 当天就把女儿叫到这个学校校长室 臭骂了一顿 要求他赶快和这男平平分手 谁知道 在父母眼中 一向是乖乖女的 罗明利呀 不愿意和这个男平平分手啊 而且呢 只是乌乌的 还为他这个男朋友进行辩解 说呀 爸呀 就算他以前不太好 可是现在他都改了呀 他母亲说了 什么改了呀 女儿啊 你才走入社会几年呢 你哪里会认人呢 你爸妈 吃的盐 比你吃的饭还要多 这种人 怎么可能变好呢 他这种人 一辈子都是不三不四的 我们是正派人家呀 你不能找这种人呢 你想一想 对女孩那样 还打女孩 这样的人改不了啊 罗明利不服 爸妈 你们应该给他一个机会 他对我是真心的 我对他也是真心的呀 老爸就说了 什么真的呀 你知道吗 他上个女朋友 被他打的躺在大街上 你要是跟他结婚 结婚后 被他打的时候 他才是真人呢 你记不记得你表姑啊 当时他就是不听大家的劝 嫁给一个酒鬼 结果结婚后 被几次打了禁院 没办法才离婚 你要和这小子谈恋爱 我们绝对不会同意 可是 身陷在这个恋爱当中的 昏了头的罗明利说 可是我真觉得 他对我很好啊 母亲说了 对你好 他混过社会 什么人没见过呀 他想追求 你这种傻乎乎的小女孩 难道连点手段都不会用吗 人家哄你呀 那比哄一个小猫 小狗都容易 到结婚前 他当然会对你百依百顺 结婚以后呢 你再看一看 不是妈说的难听啊 狗还不了吃屎啊 这种人 他的品质太差了 你跟着他呀 绝对要吃大苦头的 到时候 你爸妈也帮不了你 你是女孩子 女孩子 只要走错一步 一辈子都完了呀 你知不知道啊 女儿啊 可是 即使这番的苦口婆心 仍然没什么结果 罗明丽表面上勉强答应 暂时不再和南平平见面了 为此呢 南平平曾经到学校找过罗明丽几次 每次都被罗明丽的父亲喊门卫给赶走了 罗明丽上下班 也都有他母亲一直陪着 不让他和这个南平平有接触的机会了 下班之后 父母呢 也不许罗明丽出门 这样 一个星期的时间过去了 南平平啊 终于忍不住了 有一天晚上 罗明丽因为自己的母亲咳嗽 去药店里买药 终于就被守住带兔南平平堵住了 两个人在街上就争执起来了 南平平就说了 明丽 你怎么回事啊 十天了都找不到你人 你妈怎么整天跟着你啊 你还不许我靠近你 罗明丽就说了 我爸爸妈妈不让我和你来往了 说你不是好人 他们还和我说了很多你的事情 你怎么从来没和我说过呀 你是不是和别的女孩打过胎 你是不是在街上打过女孩子 南平平一听支支吾吾的说 哎呀 明丽呀 这些事 我本来是想和你说的 但是 我不好意思开口 我太在乎你了 所以呢 就一直没有找到好机会 罗明丽说了 我们都交往这么久了 我们都都已经 都已经那样了 你为什么不说呢 你的那些事情 我不是不能原谅 但是 你不应该瞒着我呀 你把我当傻子一样 我妈忘了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说什么都不知道 她说我这谈的是什么恋爱 摆明了就是被你骗了 你是不是在骗我呀 南平平说 没有啊 明丽呀 我绝对没有啊 我是真心喜欢你呀 我以前是不太好 那那时候我年轻啊 交错了朋友 谁年轻没做我一些糊涂的事啊 我和以前的生活呀 早就一刀两断了 和以前的朋友不来往了 我是真的 想娶你做我老婆呀 哎 要说呀 罗明丽毕竟年轻了 这南平平这一番话 立刻把他说的 心呢 就软了 也说了一些软话 可是谁知道啊 那罗明丽的父亲 那是个校长 为人特别精明啊 深知这些社会的事啊 他呀 一直跟在女儿背后 听到了这个南平平 和女儿的对话 此刻 罗明丽的老爸听出了 一些这个风声了 啊 女儿已经和这南平平那个了 那是不是两个人 已经发生亲密的关系了 这是 罗明丽他老爸呀 做梦 没想到的事啊 有些人呢 很奇怪呀 怎么 这乖乖的女孩会这么轻率呢 那是九十年代呀 其实啊 老刘想说呀 性格火辣 经常在外边玩的这些女孩啊 千多事广 性格固执 反而呢 不太容易吃亏 相反的 正是那些乖乖女 因为性格比较软弱 那才比较容易 让人哄上床 上当受骗的 他老爸一听女儿这样了 真是又稀又恨呢 心想不想管女儿了 让她自生自灭算了 可是后来一想啊 现在时代也不同了呀 那不存在 那不是处女了 就得跳河上吊 熏死密活呀 即便罗明丽和这男平平 发生了关系 也不能就此 尾身的 和这个小流氓鬼一辈子呀 罗明明的老爸呀 罗明丽的老爸呀 就认为呀 如果这样下去 女儿很可能就会被这个 男平平给骗走啊 老两口啊 商量了一下 决定呢 还是他们进行干涉 这时候 老两口 把这个大儿子找出来了 让他出面啊 去约这个男平平 谈一谈 罗明丽大哥 一直在广东做生意 那认识的人太多了 黑白两道 可都有朋友啊 听说妹妹和这样的一个人 交朋友 而且还吃了亏 大哥是极为恼怒啊 看到这个 油头粉面 有些流里流气的男平平 大哥是欺负大一处来呀 大哥开门线山 你说了 哎 咱们都是男人 不要说没用的话 你配不上我妹妹 你不看看你自己什么人 你要有自知之明 就不要再来纠缠我妹妹了 男平平被说懵了 半天呢 才说 大哥 你说的这些 是莉莉自己的意思吗 他大哥说了 是 这是我们全家 包括莉莉的意思 你以后 别再和我妹妹见面了 我妹妹也不会见你了 你别以为自己混过社会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告诉你哈 县局 有好几个民警 都是我从小玩到大的朋友 同学 你要是 再纠缠我妹妹 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听懂了没有 男平平这时候 听大哥的训斥 莫不作声 大哥呀 也没再说什么 抽完一根烟 拂袖而去了 随后十多天的时间 这对小情侣 再也没有见过面了 很快 罗明丽的表妹呀 过生日 罗明丽和几个表兄妹 一起呢 去这个县城里的酒店呢 吃饭庆祝 结果啊 无巧不常说 男平平啊 也在这个饭店的一个包厢里吃饭 而且还喝多了 见到罗明丽 吃完饭走出来 正好遇上了 他一把抓住 罗明丽不放 嘴里只喊老婆 哎呀 这期间呢 这个男平平喝多了吗 还说了一些 你和我上过床 你咋不理我了 这类的罪话 这罗明丽呀 当着大伙的面啊 是又羞又气呀 不知道如何才好了 罗明丽的几个表弟 也不知道这小子什么人呢 以为这是男平平借酒 非礼自己的这个表姐 是个小流氓 上去 一顿电炮啊 加雷光脚啊 就把这个男平平打翻在地 虽然这个罗明丽已经在拽着自己的这个表弟了 但是啊 男平平还是被打得不轻 还被两个啤酒瓶砸到脑袋 头破血流 躺在地上 爬不起来了 这事发生以后啊 不到三天时间 罗明丽就被人杀死在了家中 罗明丽被杀之后 老两口认为 这一定是这个男平平下的毒手 那男平平本来就不是好人 这一次没有哄回罗明丽 又被无端的挨了这么一顿痛揍 他肯定是越想越气 干脆就把罗明丽杀了报复 这就叫做我得不到的 别人也得不到 老两口啊 这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啊 就像民警啊 哭诉了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 民警当中 有罗明丽大哥的同学 本来啊 也认识罗明丽 见到这个妙龄女孩如此惨死 人人都是极其的气愤呢 他们曹操分析了现场 发现这个凶手啊 是从一楼啊 爬窗户进来的 当时是夏天 天气炎热 罗明丽睡觉的时候 没有关窗 凶手啊 就是从这个窗户进屋的 根据现场痕迹判断 凶手进屋以后 和罗明丽有过短暂的搏斗 随后被手持凶器的这个歹徒 所杀死 凶手的凶器 不是刀 而是类似于螺丝刀之类的这种工具 现场的财物没有明显丢失 罗明丽的钱包和部分手势放在桌子上 看起来 这不是屠材害命 而是一起很标准的报复杀人案 现场的指纹足迹非常的杂乱 警方提取了很多人的痕迹 县里的民警啊 对罗明丽生贤社会关系进行走访 没想到 那罗明丽的社会关系可以说是极为简单 因为这个乖乖女啊 并没有真正的进入社会呢 之前呢 一直在上学 毕业时候 在父母予以的保护下 进入了中学教书 她的同事啊 都是一些年龄偏大的女教师 学校年轻的男教师 只有两个人教体育的 罗明丽教了两年书 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接触到社会 她的熟人啊 就是办公室里的几个大妈级的这些女教师 至于感情经历 这个在遇到男平平之前 那也是个零啊 中学大学没谈过朋友 第一个男朋友就是这个男平平 不然 哎 怎么这么容易就被男平平忽悠上床了呢 可以说呀 除了男平平以外 罗明丽几乎就不认识其他男人 更别说有什么仇人了 然而呢 罗明丽家里的财物没有明显丢失 人又被杀了 再加上老两口的哭诉 这确实极其像是一起报复杀人案件 那如果是报复杀人 协议人目前就只有一个了 就是 男平平 根据警方现场分析 若干的指纹当中 确实有男平平的指纹 而老两口所说 男平平 并没有来过罗家 那么 唯一的可能 就是男平平 在杀人当天 留下的指纹 于是民警们在案发后的第二天 就赶到了摩托车修理铺 就把这个男平平给抓捕了 男平平啊 早在14岁时候混社会啊 就已经进过公安局了 有着一些反审讯的经验 无论民警们怎么问 男平平就是一口咬定 自己不知情 对于现场 为什么会有他的指纹 男平平一开始不说 最后啊 才解释说 有两次 丽丽的父母 去省城出差 或者是去外地走亲戚 不在家 他大哥也在广州做生意 常年不在家 当时我们谈恋爱啊 丽丽就偷偷的 带我去过他的家里 我在那里啊 和丽丽过了两次夜 每次都是第二天 天没亮就走了 所以 他的房间里 会有我的指纹呢 哎 这男平平对这个事啊 是非常承认 但是呢 对其他的问题 拒不交代 民警们一时 那他也是没有办法 这边 罗明利大哥听到 自己的妹妹被害了 连夜从广州赶了回来 在毕业馆 看到妹妹的遗体之后 大哥是痛哭流涕啊 一路连站都站不起来呀 大哥的民警朋友啊 是陪着他去的 看到这种惨状 也不觉 义愤天赢啊 案情 似乎很清楚了 罗明利是被人报复杀害 而罗明利 唯一的仇人 就是 男平平 普通男人 遇到感情纠纷 往往 都有可能杀人 更别说 这男平平 是有着那么多前科的人 但是 现在 男平平死不开口 难道 就让他这样 混过去 让罗明利 含冤地下吗 这些民警小伙子 正一概 被激发了 老两口和大哥的哭诉 就让这些 这个 年轻的民警小伙子呀 有了强烈的 先入为主的观点了 他们一致认为 杀害 这个 罗明利的 就是 男平平 其实 他们所在这个县城 是个小地方 民方淳朴 很多年都已经没有发生这种人命案了 现行警大队呀 最多就是抓一抓 打架 伤人的小流门 没接触过什么杀人案件呢 这次 大美女 罗明利 遇害 一瞬之间 就在这个小县城里是传的满城风雨呀 民警们的压力很大呀 当时我说了 这是九十年代初期 和今天可不一样啊 老六经常说 那个年代 警方可是有满腔十大固形味呀 这又不能细说 听众朋友 都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 哎 就对这个男平平啊 是以十大固形 可是 别看这个 男平平外表比较阴柔 像小白脸 这骨头啊 却挺硬啊 他是坚持了七个昼夜 最后啊 才顶不住 承认杀人了 男平平供述说 他呀 被这个 罗明利 拒绝谈恋爱 又被 罗明利那天晚上的表弟呀 打的这个 头破血流 恼羞成怒 决定 对罗明利 事与报复 说案发那天早晨两点钟 他带着摩车修理铺的螺丝刀 徒手爬上了 罗家二楼 翻窗入户之后 男平平就偷袭了 熟睡之中的罗明利 当时啊 穿着睡裙的罗明利 发现男平平 手中哪凶器 大惊失色 向我呼救 可是男平平 立即下了毒手 拽住这个罗明利的头发 对准他的后背 不吃 不吃 拿着螺丝刀 连筒三下 就把罗明利 活活的杀死在现场 接着 男平平翻窗逃走 逃回了路上 男平平就把凶器和血衣 丢入县城外的大河之中 迅速的逃回到了家里 当年呢 对于这种只有一个人死亡的杀人案 有口供就可以定罪了 所以呢 男平平就被判处死刑 这边啊 罗明利他大哥呀 带着一群朋友啊 呼啦啦的就冲到这个男平平的修理部 把铺子里的东西啊 砸了个细碎一样 那些店员呢 也不敢阻拦呢 围观群众 是纷纷拍一首叫号啊 可是啊 这个案件当中 男平平的家人 就认为这案子可不是自己的儿子所为 儿子是被冤枉的呀 男平平的家 是几间瓶粉 他父母 以及两个兄弟 各住一间 男平平的父亲身体不算太好 有严重的失眠症 当天晚上 到了早上两点多 男平平的父亲还没睡着 就在院子里抽烟 这是产有的事情 老头经常因为这个失眠呢 抽烟到天亮 这个期间 他说他看到自己儿子迷迷糊糊的 推门出来 去旁的这个厕所里 去小便 儿子小便之后 又回到房间呢 继续去睡觉去了 大概三点多 他老爸决定回房去睡觉 因为当时 这个男平平被挨打了 脑袋上面那个伤还挺重的 他老爸呀 就去房间里看了儿子一眼 看到当时自己儿子 躺在床上呼呼大睡呀 而根据民警介绍 那罗明利遇害的时间就是凌晨两点三十分到三点遇害的 那如果他老爸说的是事实 他男平平根本就没有赚时间了 可是男平平老爸的这个证词 被警方认为这是包庇儿子的伪证 没有任何人把这个证据放在心上 不受重视 甚至还要追究他老爸的包庇罪 虽然呢 男平平提出上诉 正常来说呀 他肯定是被判处死刑了 可是呢 男平平家呀 有一个远房亲戚 这个亲戚呀 是在市里面啊 公检法系统工作的 而且还是一个高层领导 男平平家人 立刻就去拜访这个亲戚 哭诉了自己儿子的事情 这个亲戚呀 是一个退休的老干部 在公检法干了一辈子了 有着丰富的办案经验 他私下里就问男平平父亲了 哎 我们是亲戚呀 你一定得跟我说实话呀 你到底有没有看见平平 在家里睡觉啊 男平平父亲这么说 我儿子 如果真的杀了人 枪毙他 也是罪有应得 我们也认了 我有三个儿子 死了一个 还有两个替我们养老送终 可是我儿子真的是冤枉的呀 听到这个男平平父亲 这么诚恳的话语 这个 远方亲戚啊 懂了自己的关系 希望 重新立案侦查 这些案件 如果男平平真的有罪 立即降病 如果案情确实可疑 应该刀下留人 于是 全国文明的一个 刑侦专家 就被派到了 这个地方 可惜这个案件已经是发生一月之后了 罗明利的这个遗体啊 已经根据当地的风俗 被火化之后给安葬了 虽然是专家呀 也没什么办法 就只能看了看现场 哎 别说这个现场啊 由于没什么人动 保存的还算比较完好 之后 他又看了看 验尸的照片 因为是现场的法医验尸子 那可以说 这验尸的这个技术和手法 非常的粗糙 好在现场呢 拍了不少照片 留了下来 这专家一看呢 顿时就发现很多问题了 第一 专家看出来了 这个罗明利的内裤穿反了 现场法医的水平不足 而且年龄偏大 不太了解这些年轻女人的新潮内裤 罗明利一体上内裤穿反了 现场法医 可没有发现 但是专家 这可不同反响啊 他发现了这个疑点 他认为 罗明利是个细心女孩 不可能随便将自己内裤穿反 况且 这样反穿内裤 女孩会非常不舒服 应该不可能这种事情发生 那这条内裤 为什么会穿反呢 这很有可能啊 是歹徒 穿错的 第二 这个新针专家 在罗明利的尸体上 发现了几处 很浅的划伤 根据伤口分析 这些伤口啊 似乎 是被用什么尖锐的凶器给划伤的 专家分析 这应该是歹徒制服罗明利以后啊 用力气在他身上划刺 为什么呢 这是在对女孩进行威胁 根据伤口判断 歹徒很可能是为了枪奸 而对罗明利进行威胁 想迫使他屈服 第三 专家在现场的窗户上 没有发现 男平平的指纹 或者斜印 现场有不明的指纹 如果男平平是翻窗进来的 没戴手套 一定会留下掌纹指印足印 事实上什么都没有 屋子里边啊 只有椅子 相片块 桌子上啊 有男平平的指纹 这只能说明啊 这个男平平曾经来过这里 相反呢 这窗上 却有不明的指纹和足印 男平平身材比较高大 身高在一米八三以上 但是 窗户上这些足印的主人 身材则比较矮小 估算起来呀 只有一米六出头 那这个足印的主人是谁呢 他不是罗家的人 为什么会随便爬一个女孩窗户 这就是高度可疑的事情了 第四 男平平的口供 有很多问题 凶器和血衣 也不知去向 男平平的口供当中 有很多是有问题的 根据现场来看 凶手是搬来了罗家的一个凳子 踩着一个凳子呀 踏上二楼的 但是男平平交代呢 他说的是徒手 爬上二楼的 当天晚上 罗明丽穿的是一套睡衣睡裤 而男平平说 他穿的是连衣睡裙 罗明丽是胸口被连扎三刀 被杀害的 可是男平平说的 是扎到他后背了呀 更为重要的 男平平说 自己是使用修理铺的 螺丝刀杀人 但是专家根据尸体照片 认为这不应该是螺丝刀 而是一种相当锐利的改锥 这改锥呀 一般是那种修鞋匠 所用的工序 专家认为 男平平如果真的杀了人 有承认的罪行 为什么还要胡编乱造这些细节呢 这些细节的真是与否 同定罪和量刑可都没有任何关系呀 唯一的可能啊 是男平平根本不知道现场情况 他是在一定的环境下 胡说的 什么叫一定的环境呢 老刘说过了 不便和大家细讲 另外呢 男平平交代的凶器和血衣都被扔到河里了呀 可是警方进行过打捞啊 什么都没发现呢 你说就算这个血衣会被冲走 但是杀人凶心的改追 显然不会 改追仍然不知去向 所以啊 这么多疑点 就使得这个案件呢 向着强奸杀人的方向转变了 然而 男平平强奸杀害 罗明利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因为两个人本来就已经多次发生过性关系 此刻的罗明利 对于男平平的吸引力呀 应该说不是像最开始时候那么强烈了 所以呢 一般来说呀 不至于为此杀人呢 况且啊 男平平两天前刚刚被打得透破血流 还有比较严重的脑震荡呢 每天还得去医院打点滴治疗 走路时候都有些摇摇晃晃啊 你说这种时候 还要心情去强奸杀人 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呢 所以啊 有这么多的疑点 最终二审认为证据不足 男平平被无罪释放了 专家呀 感觉到非常惋惜 为什么呢 因为啊 有老两口的误导 还有第一次 现局去破案的时候 侦破手段的粗裂 还有当地的法医的技术水平不够 责任心不强 尸体被火化等因素 一些重要的证据 永远丢失了 比如 现场曾经发现了 罗明利的下身有血 罗明利母亲说 女儿正在生理期 法医又认为是报复杀人 判断是月经解 根本没有提取过下体的擦拭屋 于是现在其实啊 已经无法确定 罗明利到底有没有遭受到强奸 专家认为 歹徒很有可能 不是报复杀人 而是强奸杀人 歹徒可能是身高 一米六级的一个家伙 垂涎于这个美女教师 罗明利的美色 当天凌晨 他翻窗进屋 强奸了罗明利 但是因为身高不够啊 所以他搬来凳子 爬入我室 手持戾气 袭击了罗明利 为了迫使罗明利就范 歹徒用随身携带的改锥 在他的身上划刺 刺破了罗明利的几处皮肉 可是 罗明利没有屈服 反而试图呼救 这歹徒见到罗明利不从 要怕他呼叫之后 有人敢来 就对他的心脏 连刺三改锥 就把罗明利给杀害了 罗明利死后 这个歹徒啊 可能还卑劣的 就对罗明利的尸体 进行了侮辱 然后翻窗逃走 这个歹徒警方分析 应该不是罗明利的熟人 排查罗明利的社会关系 对于侦破死汗 是好用处的 目前警方虽然有指纹 但是啊 指纹可并不是唯一证据啊 最关键的经验 没有提取到 虽然当年还没有DNA检测技术 但是经验也可以作为检测 血刑作为证据当中使用啊 南平平就被释放了 可是即使这样南平平 也没有洗清嫌疑 而更多人就认为 南平平就是杀死 罗明利的凶手 只是他家里啊 有关系 找到上面当官的这些亲戚 花钱疏通才得以脱罪 长达十几年的时间呢 没有任何女孩啊 敢于嫁给南平平 他一直因为这个事啊 打着光棍 这个案件改判之后 罗家一度也是认为 是这个南家花钱脱罪的 他大哥呀 还多次带人呢 去这个南平平家去大闹 被闹得实在没办法了 南家被迫的 全家就搬离了县城 多年之后 罗明利的母亲 想起了一个细节 他说在案发前十多天 有一天深夜回家 罗明利发现呢 身后有一个矮个子男人 跟着他走了很长的一段夜路 他说当时吓得差点要喊救命 但是 那男人后来 转身就走了 罗明利说仔细看了几眼 认出这个人是谁了 谁啊 似乎是离家 不远的一个邪将 这个邪将是个外地人 刚刚在这个现场摆摊不久 据说这手艺还不错 不过事后呢 这个男人再也没有跟踪过 罗明利了 或者说呀 是罗明利再也没有发现 这个邪将跟踪他了 所以啊 罗家母女 又就没把这回事当回事 这时候 想起这件事情 已经迟了呀 专家曾经去调查我这邪将 案发后他就走了 但是警方发现 这个邪将的名字和身份证都是假的 只知道 他有一些湖北口音 不能确定是不是湖北人 这个案件呢 就成为悬案了 直到十多年之后 全国有了这个指纹联网 通过指纹库的对比 当时窗台上的指纹 是属于一个叫做张善水的家伙 这个人是何等人眼呢 他是湖北西部某县的一个农民 这小子有曾经兼务妇女和抢劫的前科 前后坐过十五年牢 一直没有结婚 这个罗明利被害的时候 张善水刚刚被释放一年左右 他是干什么的呢 生活呢 他就是靠在临省以修邪为生的收入微博 是个邪将 而且这个指纹出现在张这个罗明利的家中 警察呀 赶紧就去调查这个张善水的去向 结果发现 这小子呀 多年前就死了 就在罗明利被害后的店里 张善水呀 在湖南的某农村 试图强奸一个女中学生 被淋浴几个老农民发现了 张善水掏出凶器抵抗 刺伤了 一个老头是瘦臂 血流不止 虽然呢 被这些老头发现了 还刺伤了一个老头 老头没有被吓住 他们用扁的锄头 将这个张善水呀 一顿碰揍啊 民警就把这个重伤的张善水送到医院 结果没到半个月挂了 那个年代呀 这种事情一般都是大事化小 这样一个白类 强奸犯 所以呢 这小子呀 不明不白的就死在这个农村里了 而且当时这是歹徒 实施暴力犯罪 被群众自为打死 那在那个年代呀 那得和这几个老头 到这县城里发大红花 给讲传的 那叫做典型的 建勇为 哎呀 那么这个张善水 是不是杀害 罗明利的凶手呢 哦 请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